我给你准备一根柠檬 金条吧 哦 你很没洗花鸟 我都能写本书了 你现在送我本书 不行 你要表现得很开心好了 啊 谁要闻脸 你问吧 你现在别沉溺在这 你问吧 你问我看一眼 他写都有什么 哇哇 你最近有没有get到一些什么有趣的称呼之类的 我把我自己的小名暴露了 然后现在好多人都叫我瑞瑞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采访了露露本露 你最近其实成为了很多人的墙头 什么是墙头 墙头都不知道 哦 还没有感受到比如说被人家突然认出来的 没 那么突然认出来是受不了 你咋这么没自信呢 觉得你认识我吗 认识你啊 好 决心年代 决心年代 决心年代一不是乔家的儿女吗 你有想过两个效果会这么好吗 没想过 就只是想的是 拍一个好的作品 完成好角色 拍摄完了之后戏外的别的东西 其实我真的不太关心 有没有人追着问你 就比如说下面的剧情会怎么样发展 有我在剧组拍戏的时候 然后那些朋友周围一样就问我 就顺便跟谁在一起的呀 结局是什么样 刚才我都没剧头 我们合同给写了不能剧头 我给你透露一下 这是一个很温馨的剧 哎呦 其实很多人对你有一种动剧滤镜 会担心有这个局限性吗 没有啊 决定年代刚播完 紧接着播了悄悄的儿女 大家也还是喜欢的 那偶像这种 快奔丧了 我也不青春了 可能赶不上 采访白语歌 然后他向我们进行了一个小小的爆料 刚才说他不剩酒力 一瓶盖就要醉 最后一次他就喝了抄了一瓶盖了 可是也没事啊 我就真不能喝 最后杀青那一天 喜红嫁秧子 哇哇哇 总要点面子嘛 他那一天给我们的感觉 你特别厉害 哎呦 就说大哥就是 信他的年都过吧 大哥是这样子啊 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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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在剧组晚上很承担 喝吐 不知道是什么 二强 哎 依次知道就是哥哥的角色 然后妹妹角色是他们几个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挺好的 三个都有名啊 都是好演员 对吧 这这两妹妹就是 嗯 好像就是从来没有让着过我 特别是这个乔思美 他最真是 带个角色 乔思美确实挺社交天花板 他也不是刻意去社交 就是祖儿这个性格 确实就是很特别外相 像个大男孩 我有看你们直播的那种 所一直就在那里面说话 然后你们都是那种 他是气氛组 哦猫猫 感觉还挺贴合的 好像是那个 很贴合 所以说咒咒的眼睛很多 乔家的几个孩子 一个名称 叫做乔家的几个倒霉蛋 主要是我倒霉吧 大哥 事业也挺顺利的 大哥都离了 几次不倒霉 三里也不倒霉 三里他丈夫我 呃 进行一个关于幸运值的排序 二强肯定垫底 四美 七七 大哥 三里 我们讨论就是说你好倒霉啊 会啊 就是导演会去做要求的 我觉得现在二强是最幸福的一个 自己得来的幸福 二强最有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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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夸自己 二强开了自己的小葬馆 老板 老板 我去那个乔祖王家里了 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生气 您拍的时候会有这种吗 我没有 因为这个这个保姆啊 他演过我的三姑妈 他是我自己家人 你听吗 感觉就是我三姑妈在跟我爸吵架 就是我完全没有这种 就是抢我们家财产的这个感觉 比如说四美和七成刚那一对 这应该会很难起吧 我七啊 妹妹啊 这个对待感情的这种倔啊 真的比二强还要倔 就是谁说的话都不好使 其实怎么妹妹能傻成这样啊 感觉救不了 本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就是对小莫和对师傅感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一个是错误的起点 一个是正确的起点 所以结局是不一样 所以其实是有爱过小莫 我感觉是不爱的 女生就是这样 很多事情都不如意 很多生活不全都是美好 但是如果说没有现在遇到师傅呢 两个是同样的起点的话 会选择哪个 我先选择 肯定是马苏姐姐 这当然要选择自己爱的人 能够接受姐弟恋的话 最大的年龄差别 我觉得年龄不是一个限制 真喜欢真爱的话 就在一起去追求就好了 就跟年纪没有什么关系 到底贝九我们演了多少的角色 你之前演的比如说半成女装 突然之间被大家考古出来 挺好的 大家开心就好 我看你早期给你编的这种小短剧这种 河嘎剧 为什么不把之前的锁住 不早都有了吗 现在锁不锁上去 做了就别后悔了 你想要尝试的角色类型 选一篇就是《沉默的真相》 就是某白演的那种片子 就比较喜欢这个 你自己颜值打那么多点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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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